众人都傻了 就因为恒天霄冲撞了秦晨 裴东行把他们大勇王朝第一天才 有十大新宿之称的恒天霄 一巴掌拍死了 这个 众人怎么也预料不到 难以解释啊 秦晨张了张嘴 虽然他对恒天霄确实有些敌意 但他也没料到 裴东行这么果断把恒天霄杀了 这可是大勇王朝第一天才啊 既然天魔秘境关了 老夫还有不少事情做 就先行告辞了 拱拱手 原地王朝的老祖吴臣氏先行告退 他这一走 场上其他强者彼此拱手 纷纷告退了 我等也有要事 先行告辞了 李玄机等人也纷纷离去 至于赵天生等人 更是第一时间离开广场了 我等也走吧 秦晨自然不会多留 看了眼耀王元主的位置 那里空空如也 秦晨淡淡一笑 带着刘太等人瞬间离开广场 回到了驻地 刹那之间 场上走了是一干二净 只留下一群前来观看 此时还目瞪口袋的舞者 不过呢 人群虽然离去 但广场上发生的事 瞬间在朝天城蔓延开来了 你们知道吗 今天广场上 七大上等王朝老祖 跟那大威王朝秦晨谈笑风生 真是见了鬼了 天魔秘境到底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七大王朝老祖 对秦晨如此和颜悦色 甚至就因为 横天霄冲撞秦晨的朋友 大勇王朝老祖 裴东行直接把横天霄斩杀了 我也听说了啊 横天霄好歹是 大勇王朝第一天才 百朝之地十大新秀 竟然就因为这个被杀了 难以置信啊 天魔秘境到底发生什么了 而且这次进入 天魔秘境的强者 似乎每个实力都提升了很多 到底怎么回事啊 人群震动 疯狂地议论着 像炸锅一样 特别是广场上发生的一切 让人意外和震惊 紧接着 人们又发现一件惊人的事 他们在广场上 竟然没看见 大勇王朝老祖丁千秋 大骊王朝的老祖黎桑 也就是说 大勇王朝老祖丁千秋 大骊王朝老祖的黎桑 根本没从天魔秘境出来 而没出来的结果 往往就一个 那就是 已经陨落在秘境里了 这消息已出 人群更震 什么 丁千秋和黎桑 远落于秘境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们两个死了 跟那秦晨有没有关系啊 难道说 他们是被秦晨设计斩杀的 否则其他王朝老祖 为何对他如此攻将 这一消息传递开来 整个朝天城就跟沸腾了一样 彻底炸锅了 每次天魔秘境开启 都会对整个百朝之地的格局 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呢 前些日子 百朝之地几乎所有势力 都有人驻扎于朝天城 目的就是为了打探 这次天魔秘境之后 各大顶尖势力强者的变动 推演往后会对整个 百朝之地造成的影响 以方便各大王朝势力 谋划接下来百年里的行动 疏远哪些势力 亲近哪些势力 因此 片刻之间 丁千秋和黎桑 未能从天魔秘境中出来的消息 如同一阵风一样 顺势在整个百朝之地席卷开来 一时激起千层浪 如同地震一样 震得各大势力目瞪口呆 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可是两大上等王朝的老祖啊 竟然没能从天魔秘境出来 将会造成何等影响呢 无法预计啊 一时间 各大王朝都慌了 特别是一些亲近大前王朝 还有大黎王朝的势力 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内心惶恐 同时 各大王朝疯狂打探 丁千秋还有黎桑的消息 他们都想知道 在天魔秘境究竟发生什么了 导致丁千秋和黎桑 两大王朝老祖陨落其中 天魔秘境发生的事 毕竟不是什么秘密 很快 各种消息传出 有关血魔教的消息 也隐约传递了出来 并且呢 秦晨力挽狂澜 识破血魔教阴谋 挽救整个百朝之地强者 并且斩杀丁千秋 还有黎桑的消息 亦是疯狂地扩散着 顿时 这一幕引发了 千所未有的轰动 这次进入天魔秘境的 还有血魔教的座主级强者 就是那个 在天魔秘境开启第一时间 冲进天魔秘境内骷髅强者 此人竟然是血魔教教主啊 血魔教这些年 一直隐藏于百朝之地周围 试图卷土重来 哎呀 真是可怕呀 人群震撼 个个是目瞪口呆 同时呢 也明白了 为何各大王朝 老祖对于秦晨 是这般态度 一时间 秦晨的名声 在百朝之地疯狂暴涨 几乎是人尽皆知了 引发了巨大的波澜 在整个百朝之地 为之疯狂时 秦晨一行人 却回到了大威王朝铸地 少年郎 这就是你所在势力啊 这么惨破啊 大黑猫出现于铸地中 插着腰 巡视了一圈朝天城之后 极度的鄙夷 这地方也太弱了吧 本皇仔细看了一番 整个城池里 除了有一道武皇之光之外 其余强者 顶多就是之前 那几个半部武皇 弱呀 太弱了 大黑猫摇摇头 狮王到底 这样吧 少年郎 以你的天赋 不该在这种地方 浪费光阴 不如本皇大发善心 收你为徒 你摆本皇为师 将来前途 定然是不可限量的 大黑猫寻寻寻善用 劝寻秦 游千雪等人一个个发晕 这哪来的黑猫啊 跟牛犊子似的 还收秦晨为徒 他也太敢讲了吧 滚 秦晨一脚踹出去 大黑猫刷他一下 飞到了屋檐上 小辰子 你可考虑好了 这种机会可不多得 远古时代 不知多少人求着本皇 收他们为徒呢 本皇都不乐意 你可别得了便宜 还卖乖啊 再废话 信不信我用青莲妖火烧你啊 秦晨翻了弯白眼 对这家伙真是无语了 这大黑猫也不知躲哪去了 竟然跟着一同出了天魔秘境 不过呀 也看得出来 离开天魔秘境 大黑猫心情明显有些兴奋 哎呀 算了算了算了 不乐意就算了 以后有你后悔的 外面的世界真是好啊 本皇封印了这么多年 嘴里淡出鸟了 刚才在街上 偷吃了几个肉包子 人间美味啊 拜拜了 本皇逆时去了 顺便找几只母猫 谈谈恋爱啥的 身形一晃 大黑猫瞬间消失了 众人甚至没看见 他怎么离开的 陈少 这 众人愕然的看来 哎 别理他 秦晨摆摆手 不过呀 对这大黑猫 他可是不敢轻视 被封印了数万年 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而且呢 那种隐顿虚空的能力 也让他是极为惊叹 虽然这形式不怎么靠谱 但其来历嘛 绝对是非凡的 这次天魔秘境之行 大家实力都提升了许多 接下来 是整合百朝之地的时候了 秦晨目光一闪 作为重生的起点 秦晨自然不会轻易地放过 前使的他 就是败在没培养自己势力之上 这一世呢 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这百朝之地 就是他的起点 并且此次天魔秘境之后 百朝之地诸多武者 只要活着的 几乎个个得到了其遇 虽说目前百朝之地 实力还挺弱的 但一旦发展起来 将来定然会诞生诸多强者 成为一个无比强大的事 接下来两天 秦晨几乎是两耳不闻 穿外事 只是整合自己的势力 首先 大前王朝 大离王朝 他必须得得到手 所幸的是 血手王没辜负他的期望 带着两大王朝 诸多强者 强势回归 瞬间镇压了 有些动乱的两大王朝 所有不服从的势力 统统被镇压了 仅仅耗时半个月 两大王朝彻底掌控于自己手中了 将一些心思浮动的势力 平定下来 接下来 秦晨又在朝天城 建起了陈帝阁 秦晨要建的 并非一个霸权的王朝 而是一个未来能够蔓延到 整个大陆的可怕势力 至于百朝之地 这是萌芽的起点 在这个目标下 建一个王朝 定然是不行的 只有一个中立的势力 才能做到这一点 而陈帝阁 就是他梦想中的 这个势力 不过呢 一个强大势力 最重要的是 建立一个合理的规矩 以及有效的晋升机制 只有在这种规则 制度之下 不停地诞生强者 才能长久维持下去 这一点呢 秦晨前世就明白了 只是他没时间执行 接下来的日子 陈帝阁疯狂扩张 经历了天魔秘境之雄 天机阁自然不会限制 秦晨的发展 而大唐王朝等上等王朝呢 自然也不会对陈帝阁 进行限制 加上陈帝阁本身超强的机制 使陈帝阁势力 短短几个月 疯狂扩张开来 几乎延延有诞生一个 新的上等势力的姿态 不过呢 因为陈帝阁发展不在领区域 民众们也没太大感受 但实则三个月时间内 陈帝阁的店铺和势力 已经扩充到整个百朝之地了 短短时间内 几乎百朝之地任何一个王朝 都有陈帝阁店铺存在 除此之外 普通民众并不知晓 各大上等王朝却知道 大前王朝大黎王朝 虽然重新被两大王朝强者 颤领了 平静了下来 但实际上 这两大王朝很可能是被秦晨掌控的 也就是说 短短三个月时间 陈帝阁引引成了百朝之地最大的势力之一 并且呢 还在快速扩张着 特别是在秦晨专门发布的几种特效丹药的扩张之下 百朝之地扩张的速度几乎如同病毒一样 不过呢 对于各大王朝而言 也并非是没好处的 因为陈帝阁丹药的品级和效果 以及炼气和血脉技术 远超百朝之地原本的等级 使他们各大王朝强者的数量和实力呢 也潜移默化地变化着 可以预料 再过个十年 二十年 整个百朝之地舞者的素质和实力 将提升一个级别 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状态 而在这个时候 陈帝阁为了加大扩张 在百朝之地开始了疯狂的招人 在秦晨看来 想发展一个强大的班子 源源不断的天才 这是必不可少的 而陈帝阁招人呢 遵循的不是出身 不是来历 甚至不是现在的实力 而是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以及未来的前景 一时间 原本在各大王朝并不起眼的平民弟子 纷纷涌来 被陈帝阁的政策吸引了 短短一个月时间 陈帝阁实力相较原先 再度扩充了好几倍